大家好,我是小枫,今天来县城了 我奶奶手机不丢了吗?领着我奶奶来补这个手机卡 顺便我奶奶要来我这楼房留着一圈 有很多网友也好奇啊,小枫买这个换钱房 今天小枫就给大家伙讲解一下吧 顺便给大家伙揭秘揭秘 我们天津的拆县户 全分了几套房,全开什么车 小枫是天津市济州区的 就是天津市最北边的一个小县城 现在被列为区了 有很多网友也好奇你是天津市的人 为啥不会说天津话 我们要说的是河北省唐山话 我们过去是河北省的 然后规划到天津市 大家伙这次能明白了吧 看到小枫身后这一栋栋大楼房了吗 起初这里边全是农村的平原地 还有村庄 就是最后搬迁了 才干上楼房的 一会小枫里大家伙转转看看啊 这是小区里边的环境 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 而且轻车位特别的充足 就像这个小区吧 在我们县城来说 属于最大的小区了 这是几十个村的村民 全部住在这个小区里边 这是属于我们这边激州的新城吗 这边我现在待的位置啊 是一个南园 小峰买那边是北园 东西南北 四个园 四个划分 这小区里边楼房大部分啊 全是高层 前排是那些小洋楼 一会儿给你们看看啊 这是小区的前排 前排这一层楼房啊 全是那些小洋楼 应该是六层的 一层是两户 然后像这边啊 全是高层了 这应该是最高的层 一层是二十八层 也有二十六层的 虽然说全是高层 但是全部有电梯啊 有两台电梯 一层是四户 人房呢 您您是这边的搬迁户不 是啊 您分的几套房啊 两套 两套 多大平米的 一百 一个一百一 一个一百二 您是这样的搬迁户不 是啊 您分的几套房啊 一套啊 您咋都分一套呢 我都一个人我换的 哦 只换的 对呀 这边一完全是两套是吧 两套 还有三套四套 下面给大伙揭秘一下子 在你们眼中的拆线户 全是土豪 让你们看看 他们全开什么车啊 走 这都是你们眼中 土豪们的座驾 看到没有 这车也是五花八门 什么车都有 有的是电车 SUV 大发 这边是轿车 反正啊 中高端都有 偶尔也会有几辆 宝马呀 奔驰啊 像这些就是 有可能人家是没搬迁 之前 人家就是有钱人 这个搬迁跟不搬迁 也取决于自己的能力 要是有的人 在没搬迁之前 人家就是省一人或做买卖的 人家就可以说是对这个车 想喜欢什么车 人家就拿钱买 像这个突然之间呢 有钱了的 也有几个别的 会拿这个钱呢 买一辆自己从来没开过的车 但是往往会把自己搭里头 买出来好点呢 像独博呢 是更败家的 也有好车啊 像这辆车 应该是在这小区里边 属于最拉风的 农村深车 能上山 能下河 再也不说 还能在地里边能干活 一般呀 全是大众车 比较多 七八万块钱 三万块钱的 像这种车型 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虽然说全是搬迁户 手里边 确实是有点钱了 但是呀 我们这边人还是比较低调的 咋这个也凭我强啊 我这个都是那个 小灯子灯的 人家那个都是油油的 没事 没事把你那个狗 拴到那边拉着 那敢是好 比他们还强呢 狗拉套 今天领你们看看 我们这边天津的搬迁户 方跟车 大家伙感觉怎么样 好 喜欢小峰视频 给小峰点点关注 戳说免费的赞啊 咱们下期再见